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天赋的心 像我们鲜明天国的奥秘 声援彼此呼应 或他竟然如此爱我 世上一切 在他面前 露出光与热相比 拥在的天赋 他的爱无人能及 这不是结束 因他已经复活 我宁可唱 我宁可唱 你爱成为他 你爱成为他 我宁可唱 看啊 我的朋友 我心中如何燃烧的森林 我睡 似的 幫助 已成立 指引我腳步 你的光照亮我 我睡的心 直到我與你面對面 親愛的聖靈 你莫成全你此意 親愛的聖靈 與你過榮耀降臨 我靈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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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成為他 你愛成為他 我靈歌唱 你愛成為他 我靈歌唱 今天我們要讀到馬太福音第十一章 從第二十節開始 我們看到耶穌提到他對一些城市感到很失望 常常有時候會發生我們人接受福音 但我們拒絕神 接著耶穌說了一個很重要的句子 在第二十五節 那時耶穌說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因為你將這些事像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 像嬰孩就顯出來 這邊提到聰明通達人的學習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不應該用自己的理解力來學習 當然我們需要受到教育 我們需要學習怎麼讀 怎麼樣解決問題 來明白很多不同的內容知識 但我們仍然需要依靠神 就像孩子一樣 當孩子還小的時候 他們就是單單相信他們的父母 我也記得我的孩子很小的時候 他們認為爸爸說的就是對的 當然那不是真實的 但如果我們對神有這樣的態度 那我們就真的可以像孩子一樣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對神的態度 我們信靠祂 我們也相信祂 在這個經節稍後 有一段經節幫助我們與耶穌的關係 我們看到第二十八節到第三十節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附我的惡 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惡是容易的 我的擔子是清神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來到耶穌面前 祂願意接受我們每一個 祂是柔和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害怕 而且祂說祂的惡是容易的 祂不會給我們超過我們能力所能擔的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關係中有一些掙扎 或在你的婚姻裡 或是與你的孩子 甚至是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為了你的生活在掙扎 這是一個啟示 這是一個邀請 我們是被耶穌邀請的 祂說來 來 來 從我們自己也需要有一個願意的心 來擺上一些時間 當一個朋友邀請你 如果你對他說不好意思我沒有時間 那你就不會遇見他 所以當耶穌說來 你願意接受祂的邀請嗎 這需要時間 所以每一天都在祂的同在裡面花一些時間 你來經歷你所有的掙扎都可以卸下給耶穌 所有的壓力都可以離開你 你就可以學習活在現在 你看到現在一些美麗的事物 你不用擔心明天 因為明天在神的手中 所以祂要你做的就是相信祂 相信就是你順服 順服是一個信靠的行動 這是我們今天可以學習的 我們一起來祷告 主啊謝謝你 你邀請我們 你說來 主事的我們回應你 我們要來 我們要來領受 領受安息 領受你的愛 你的接納 當我們同在你的平安裡 我們所有的掙扎都卸下給你 你掌管明天 我們也享受現在我們與你的關係 謝謝你主 奉耶穌的名 Amen Amen